哈喽,欢迎你们的老铁频道 昨天前天有蒙多的,全部都发财了,码了,LINK,MATIC,AR,乱七八糟,你们乱乱买都赚钱了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网名就讲到,你一会空一会多总会蒙对一次 其实这句话我蛮同意的,可是只有一个点我不同意,就是说我不是蒙对一次,而是蒙对很多次 所以今天的视频我要回顾我12月全部的判断,当然没有百分百的胜率 但我还觉得总体还是ok的,然后我要讲讲一下我自己的教育计划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教育计划,就感觉就乱七八糟 有时候做长线,有时候做短线,有时候就是不管怎么做都是好像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思路 跟大家分享我的,然后希望你们自己可以去创造你们自己的 然后最后谈谈盈亏比,跟维持总盈利的一个需求 非要不如说我开始了,我弄弄是吗?来我们一个一个看 我很小气的,如果我很糟糕很烂的话,我都没有这个股去跟你们做这个视频 我不要看太远吧,我就看12月10号开始吧 10号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天,市场还是涨的,所以我这一天是讲 他会继续的那个市场涨,然后USD是跌嘛 这个我梦对了,然后这一天全部都是把我封身的一天 因为那天我把我全部都到一次过青岛丸 一清,全部的市场马上调整,给你们看啊 奶奶的,看了就火 那天我逃顶的日子是这个,12月10号是吗?看一下啊 这个是11号,对不起 11号,11号在这边 OK,11号他在下跌之前我出了 我不懂我这个server的问题吧 逃顶了,然后很多人讲我神,厉害,没问题 OK,然后第三天我说牛市条子完毕 雄市条子完毕,牛市积蓄 这边我就重新再布局我的多单 布局多单,他虽然他浪费了很多天 他这边浪费了一天,两天 差不多三天才回到这里 OK,三天 可是那个方向还是对的 这一波我也赚到钱 所以就,哪? 这一天我也赚钱 没有,123,OK 这1233了 第四个,我说回到重码那个重灾区的 要小心这里可能是定的 然后这里我又把我的多单又出了 多单出了后,下一天市场又来一个疯狂的调整 这一波我又没有录了对呢? 这一波我也说匈特币熊市刚刚调整 可能会到3万多 他是调到差不多10万 他没有去到3万8 但方向是对的,对的 OK 然后再下一天其实是这里了 再下一天就是刚才讲的是这个部分嘛 现在讲的是这个部分 他录到真的是差不多4万亿以下了 然后我说我醒来我就麻了 麻了 这一天还是对的 然后就这一天错了 这一天他那个市场马上迅速反弹 迅速反弹OK 然后我的空单我就一直拿拿拿拿拿 他回来我的那个利润缩水的70% 然后我全部在这边附近砍到完了 OK 所以方向还是对的 只是我的我没有止盈 所以这个错了 可是总体有没有亏? 没有亏 OK 所以这个你要说我错没问题 这个我说 这个也是这个 我说重演11月的行情 我再猜会不会多一波上去 然后这一天其实我也是讲的 比特币全部涨的 只是那一天我没有拿住我的多单 OK 他就开始飞了 开始飞 这个是这一天 刚刚不久而已 就这一天OK 然后我想完蛋了完蛋了 可是昨天我全部重新再布许我的多单 那些飞很远的我没有买 那些全部还没有飞的我买到完了 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的什么单子 我都讲出去了 你还要我怎样? 来我们算一下一个数 123456789 9个预判 还有一个就是我喝醉酒 我去做空那个我亏钱 OK我亏没问题 1234567 7个对3个错 70%的一个预测 可以了吧 大哥兄弟 你要我百分百啊 我又不是神 真的 我看了就是有点苦 真的 OK 所以 我能做到这一些点 不是因为我很厉害 而是我有十多年亏准的经验 这一路来我就慢慢的学习 然后我优化我的自己一个交易策略 我的交易策略 怎么教育法? 和谐形态 再加一些趋势线 加一些RSI 看一些量 别人可能看更多的指标 别人看什么教育所的数据 很多batter有没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教育计划 那我今天 我分享我的教育计划 免费 可以吗? OK 我自己的教育计划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是一个只囤先货 永远做多的人 如果永远做多的人 有一天那个市场崩盘了 那很多人就把利润全部吐回去的 你是否有过这种经验? 我做多做够我灵活 我相信我可以抄 我有逃顶的功能 为什么? 因为我学的这个教育 策略叫和谐交易 他就是帮忙找顶跟顶 找底抄底 跟找顶 逃底的 这一个月 我应该是 以前好多次了 逃顶抄底 我都做多了 刚刚昨天 我就抄底抄了 7个币 6到7个币用了 反正全部今天都赚钱了 OK 然后每个人的拿的周期也不一样 有些人拿拿几年 superbook 拿3年5年 翻一个20倍 30倍500倍 都有可能 有些人每天当日 净多净空 净多净空 一天就是那种 玩那种短短的波段 这种人就可能每天就是赚一点点跑 赚一点跑 可能多可能空 但他们很难吃到那种几倍的 我每次都是拿几天到几个星期 有时候赚一点 有时候亏一点 有时候赢很多 有时候拿几桌 拿到 就是犯到有点夸张 好像昨天我全部都多当 我准备拿到可能年底 OK 但我有什么变化 我会跟大家在那个油管上分享 然后我的杠杆 我一般都不用超过10倍 因为我的资金真的很充足 我不是一个毒鬼 我不是石油战神 你们有很多石油战神很厉害 可以10块达到几百万 很厉害 跟你们鼓掌 但我不是 我觉得就是市场这个 数字货币我很熟了 玩了好多好多年了 它的波动有点夸张的 所以我的杠杆不敢用太多 我的资金每次都充足的 其实我不用看看都行的 但我爽 我用10倍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要用20 你要用5倍 你要用25倍 没有对没有错的 好不好 然后每一次我开单 昨天我开了7张单 如果直接一根针插下来 全部报到完的话 我的总体不会输掉 我的资金的3% 这个是我的封控的一个指标 我的封控的一些规则 你们自己有没有规则 你们一报就是报到完了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谨慎一点 我做交易我不管输到怎么惨 如果用30% 我可以跟你玩三轮 我三轮都错到完 我认了 我报仓 我死掉 但我还有一个备用金 那个是给我生活的 这个是交易的资金 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也不一样 有些人说我可以一次过 报10% 我就觉得够了 那我可以报10% 那也没问题 有些人是 有咯 我直接报100%没有问题 我还可以跟我爸爸妈妈 女朋友 有小情人去借钱来玩 那你厉害 你牛 每个人不一样 然后我玩的币种 很多人说老天 你什么鬼都有玩的 你这样不集中的话 你肯定什么 不会赚钱 是吗 你们可以看吧 我一年看的币 二三十种 然后每次一开 就是开蛮多个 分散去投资 他昨天 我不是在那个 推特上 我讲的吗 就是我玩的时候 昨天我是开了好多个 为什么 跟你们讲一个很很 一个理由啊 就是我没有内幕消息 我不会看基本面 我也不懂哪一个币会跑 所以如果我全部压在一个币的话 那我如果我lucky的话 我就直接发财了 那我分散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A跑一点 这个B跑一点 他们轮流跑的 有时候lucky的话 有七只马 然后有三到四只开始跑 就很舒服了 那昨天 AR跑的挺好的 Matic跑的挺好的 然后Link也跑的挺好的 但有一些跑的比较慢 好像那个什么LTC ET CETH 都跑的比较慢 所以分散分散 因为我真的没有内幕消息 我有内幕消息 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么多废话 干嘛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规则 然后 一个问题是你们自己有没有规则 你们什么都没有 你们隆隆 隆隆隆 你们看老铁有两三七赚钱的 然后直接压 蜷缩进去 然后有一波我错了 那你直接爆撑了 你来怪我 那我对的百分之七十 你不看 你看那个我Queen那一次 你来怪我 我觉得自己的交易 自己要负责任 我不懂我讲的 你们听不听得近了 但这个就是我这几年 十多年交易来的一个 心路旅程 最后 老铁我 其实我最厉害的 不是说我百分百胜率很高 我偶尔会被手掩去按抵蛋 会的 但我的盈亏比真的是有点夸张的 有时候一抓到我的盈亏比就是可能 五倍十倍盈亏比的 然后我每次错了我会砍的 所以我的平均胜率 我赢五块我输一块 如果我赢五块我输一块 很多次我可以 OK我不要讲五亿吧 我维持一个三比一的一个盈亏比的话 那其实我十个单里面只有 只要百分之二十五 两二点五个单是对的 我的胜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话 那我已经赚钱了 那这次我的这个月我的胜率真的是维持在百分之六十多 为什么不是七十 因为有好多手痒 然后按一下按一下 手痒有时候跑女的好无聊 就按一下按一下 你们肯定也是有手痒过的 我也是过来人 偶尔还会 但手痒的时候我就每次把那个唱会调小 好像那天我喝醉 我就把我那个唱调小小去空 所以我是正常人 我们有情绪的 我们是有会手痒 有时候嗨的时候赚很多钱的时候也是会手痒 亏钱的时候好无聊也是会手痒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希望你们喜欢 喜欢我的内容的朋友记得帮我点赞留言分享 然后我下几天不一定会播了 我可能就去喝酒喝几天喝到烂醉 什么都不理的 我都多担拿着 然后有什么变化 我会在Twitter上面跟大家做最新的更新 好啦今天就说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